约你了 工资快没了 吃不起早饭 来送你一个碗吃 这个是你吃饭的家伙 吃饭的家伙 带你带你讯讯好 上课去的吧 我再抽 你不可以吃饭了 哼 哼 真的是可以吃的碗 他都说不加多自作而充的 不行你试试 这怎么看也不像是能吃的东西啊 用力咬一口碗边 咚咚一下就可以吃啦 你怎么不要骗我啊 我一顿有一股面粉和补物的味道 为什么好硬啊 痛苦要气壳麦面 我牙子给崩到了 带着你喊酒呢 他有一点黏乎乎的感觉 总体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硬 他不仅可以生吃 还可以用这个碗来泡芝麻糊 倒点水 这样子好饭 它不会融化不裂开哦 看看我的第一芝麻糊 好香好甜哦 对来他的勺子都是可以吃的哦 泡在芝麻糊中这勺子变得更软啊 吃完了这碗都没了 你都不用洗 我想让你吃那个糊 我知道了 想喝水糊是吧 来来来来 我给你倒 你打死了吗 用开水泡过之后 居然一点变化都没有 还是这么硬 可是那个味道都没有 这个味道还不简单 没有 这个味道的 这个味道我还以为是抹茶味道 结果还是面粉的味道 我明白了 不是我味觉不好 而是它本来就没啥味道 调碎了之后呢 特别像燕麦 但这个硬度 比我啊 片还硬 是这玩意能挺饱肚子 得了吧 还是老老实实当个碗吧 怎么样 这玩意味很好呀 好 好你个头 牙都要疯掉了 你还不知足 平常我们家狗都用这个 而且磨牙效果 干干的特别的好 这玩意差个人不要 欸不是 你这个它没用过 谢谢 加油